然後就這個職棒牽涂案件來討論一下 我們其實政府應當出面來救救我們的運動產業喔 因為很多國家為什麼會重視運動產業 原因就是因為它象徵的是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否上升很重要的關係 因為呢其實運動產業就像是一個英雄一樣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一個英雄 它代表的是一個凝聚力跟一個向心力 很多人說我們台灣人就像是一盤閃殺 就是因為我們正缺少了這股向心力 早期我們台灣的棒球很盛行的時候呢 只有一台電視可是大家就會集聚在一起 就是為了看我們的光榮一種榮譽 而這個時候呢其實你當時的人民是會快樂的 快樂的情況之下你工作的生產力就會上升 生產力像是你回家也會開心跟老婆也開心的話 你生育率就會提升 那連帶帶動的就業率就會上升 整個經濟的情況就會提升 但因為我們政府長期不重視運動產業 而導致我們現在唯一剩下的這個職棒 都因為呢 千賭案件而完全瓦解的情況之下 人民的心又要向哪裡 我們更像是一盤閃殺一樣 所以運動產業真的是代表著一個國家經濟能否上升 政府應當重視這個問題哦 認同的就是 作词 李宗盛